可以试做看看 第一个的话就是 雅虎的标题 上面这边有很多的新闻 那当然我会希望把这个新闻 这些新闻 通通帮我把它抓下来 然后 如果现在台湾的新闻 这标题下得有点 有点好笑 而且都下那种什么什么 一露脸狙狙是什么 感觉好像 就是那个 感觉太熟了 就是那个用词 不是重点 我们重点是 把里面的标题 跟里面的新闻 帮我get回来 变成一个 有点像一个下拉的清单 就等于有点像复习今天做的 那所以呢 第一个还是一样 需要怎么样 需要把它抓下来 所以这边下载 在那个雅虎股市其实非常 在那个Python里面 我觉得它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程式非常的短 主要就是透过 request跟BeautifulSoup 然后呢把它 把它passer下来 这个是固定的用法 还有这个指的就是我 request到的这个物件 里面的一个属性 专门把它里面的文字抽离出来 然后我去找他 找什么 找他里面相关的标签 html跟他的class 如果有标签你就找标签 如果有class你就找看 但是有蛮多状况是有标签 没有class 那怎么办 你要用一些技巧 所以爬虫也有蛮多技巧 那你把它抓下来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这些东西抓下来之后 一样塞到下拉清单里面 有没有标题 然后点一下下面帮我显示什么 显示那个文章在里面 那它变得比较不会像那个刚刚好网页这么混乱 我希望能够集中一下 把标题也许类似像刚刚一样 下拉清单 然后把它列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下载Yahoo Yahoo之外还有ET today ET today也是一样 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个 这个ET today 也是台湾的新闻 这边的新闻 我听广告跳过 里面的话有这么多 然后呢 这些新闻我都希望把它抓下来 这感觉新闻有点不太像新闻 我现在太久没看这个新闻 每个新闻都感觉好像很中意化的感觉 OK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些标题抓下来 而且它还有分区块 焦点新闻 如果有一个焦点新闻一个下拉清单 然后下拉就是底下的东西 然后再点一下下面东西都显示的话 OK 那你要怎么办 怎么做 而且最好在同一个 我们刚刚是分成不同页面 如果你刚好点了自动下面 就可以产生的话 那这个当然可能要用不同的做法 如果技术有些是相似的 也许你们之前是 不知道以 JSP 里面应该有那个 把结果丢回自己本身 自己去接 丢给谁丢给自己 自己显示可不可以啊 那怎么做 试试看吧 OK 所以大概就主要这两题 那请各位回去的话呢 就把这个一样做完之后丢到这里 然后我刚好检查一下 是可以丢作业的 因为上个礼拜好像 助教跟我讲说 没办法丢 OK 好 那大概是这样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最后的期末的分组 请各位就早点确定 然后如果OK的话呢 就把那个分组名单 当然还有你要做的题目 跟一个纲要 让我知道交给助教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们的成绩部分 包含这些 当然还包含作业成绩 还有期末成绩 那当然其他的部分 大家就试着把它做做看 这些也许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反正我希望你可以把它 转出结果来 OK